你好 我們又再度會面 上次4月8號之後 我們這次6月3號 所以又帶了我們期待的一些反對臺 給你們會面 其實我在開這個議題之前 我對您昨天被蘇院長 圍以三倍振興卷的一個 我覺得您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謝謝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來講的話就是 應該也是我們政府可以把握這個契機 整個可以把它做數位化 電子化的機會 這也是如果是用退稅的方法做 如同您的建議的方法 大概就沒有辦法發生這種 公務可以透過郵局 透過ATM等等的這種數位化的一個環道 但是您的建議也非常棒 我們每一個都參賽 謝謝 其實我這邊來講 我就先開始進入到今天的那個 其實我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我從4月8號到5月底 這段時間來講的話 大概有大概六小 主要的來講 大概可以分成大概三大塊 其實一塊就是所謂書困案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會認為是 這一塊我會希望政委可以 建議政委 可以就是有關公務行庫 或甚至是行庫 他想的是打卡下班之後 如同我跟你說書困我沒有參與 我就是防疫然後振興 所以也許這個建議我會提供給 對但沒關係您當然盡量講 對 那包括像那個 土地所謂振興產業這塊 包括像土地問題 或是像那個所謂的獎勵措施 這塊甚至連一些 比如說像國際的有一些補裝的技術 他們已經採了比較先進的技術的話 我覺得國內的產業都可以來使用 對 那包括像最近來講 包括像資安 對 好像資安問題來講的話 甚至像那個 就是我是希望政委可以有關資安認證 對 因為其實目前來講的話 但是資安這一塊來講的話 是行動的APP的行動認證 這個是以工業集團他們已經 我知道花了四年 那一次我知道 對 那可是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資安來講的話 整個成就不窮 所以我覺得像國際來講的話 這個資安站相當是視同於 就類似像疫情 對 所以我類似會希望是 除了資安認證以外 然後包括像設立防疫醫生 然後比照那個機構 也可以成立所謂的資安醫生 類似像工衛室這樣子 對 是資安的 對 因為基本上這樣的來講 我們才會整個 從點綿到綿 然後整個所有的成果的機構 才有一次對外 然後這樣去打著一個資安賽 我們才能夠 把我們台灣的資安 進行在一個長製作案 不過像工衛師呢 也是需要立法院通過 因為他是一個專門的行業 對 所以當然我不是立委 但是我很願意聽您 那不然我們的 對話是會公開的 對 OK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然後我這些的建議來講的話 之後會後會交給您 太好了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是 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 證事會 其實我們在520的時候 小民政府他已經 就是提到了所謂的全民 就是我這邊的提案 這邊講到的 政府拼所謂的數位轉型 對 政府拼所謂的數位轉型 那所以等於這個 就所謂我們未來的一個 六大產業的一些的相關的 會最重要 對 最戰略的 所以等於說我把它分成三大塊 那也是一單的 我會一一把這個 我們的青打的團隊 來介紹出來 包括像我們的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是 那其實我們的 三鋒名老師 他是我們 是一位 華人工業工程的 博士人文教的得主 然後他也是那個 就是他本來一生有寫一本書 對 那這本書來講的話 就是 謝謝 可以待會贈送給您這本書 那其實他的來講的話 在所謂的外面的演講 對 關於那個就是 那個 針對所謂的 人工智慧這一塊 那也高達三十場 針對三千多的經理人的演講 對 所以我們可以 待會請大家分享 謝謝老師的光榮 謝謝 謝謝張經理的介紹 請 您好像有這詞的 所以 您就看看 好啊 對 那個 根據這個 近兩年 多過三千多個聽眾的回饋 我可以結論出說 要推廣人工智慧 的方法 或者是包括它相關的 機率統計的方法 讓大家輕鬆學會 而且終身牢記是可以辦得到 是的 那等一下有機會我會示範幾個 這種方法 對 對 那 這個人工智慧 它是一種 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 一直都是這麼相信 就是要學習任何方法 一定要 從這個問題導向 不是細節的方法導向 所以這個板子上呢 我就選擇了一個 政府六大核心產業之一的 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當主題 明白 那接著它的指題 就更明確一點 那指題之下 我又選了三個更明確的案例 在這個案例之下 這人工智慧 我相信是能夠 很成功的運用在這三個案例 那這三個案例 前兩個案例 是我多年的研究案例 也是用了人工智慧的這個方法 最後呢 我會建議與願景 那現在就回到這個指題 醫療科技數位化 自動化與致文化 那醫生他手稿 或者他的手稿 上面有很多的文字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把它變成狀 換成這個數字 批印到電腦裡面去 那這個就是大家知道的數位化 那自動化就是說 機器呢 可以協助或者是 例如說取代這個醫生來做判定 那他做的可能跟自然人的醫生一樣 可能會比較快 或者是不會在疲勞的時候 你會犯什麼錯 這個只是自動化 但是如果我們要求這個機器 扮演比這個自然人的醫生 能夠做更好的判決 也就準確率更高的話 這就是所謂的智能化 理解 所以自動化是著眼於速度 智能化是著眼於這個效果 它的品質 對它的品質 對 所以我們不是只要快 尤其是這個醫療科技 接著是三個案例 第一個是青光眼的偵測 第二個是起腎病人 它的樓管阻塞的偵測 那最新的這個是COVID-19 這個是新冠病毒 那這三個偵測 我相信人工智慧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三個偵測上 那我就以第一個 青光眼偵測 再稍微詳細說明一下 如果我們輸入一張眼睛的相片 這個電腦把這個相片轉換成數字 就0到255 0就是全黑 255就是全版 最後要輸出說 它要來分類說 這張輸入的相片 是判定為陽性或陰性 這個陽性或陰性 只是檢驗的結果 跟事實完全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檢驗結果是陽性 事實不一定有青光眼 檢驗結果是陰性 事實也可能有青光眼 那如何讓這個檢驗的結果 跟事實能夠更一致 這就是這個方法 我們要找一個最好的方法 讓我們的準確度到百分之百 那現在的醫生 在青光眼這一塊 以人工來說 實際上已經有到百分之九出 那中間的轉換 輸入是這個眼睛的相片 輸出是一個檢驗的結果 中間呢 我選的是這個人工智慧的 其中的一個方法 叫做深度學習 什麼是深度學習 為什麼用這四個字 它是英文的Deep learning 直接翻譯過來的 那其實乍聽之下 好像我們從來沒聽過 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 三思而後行 你看我這個圖形裡面有三行 全圈第一行 你把他想成說想第一次 第二行再想一次 第三行是想第三次 當然大家可以再想第四次或更多次 總之三這個數字就是代表多 所以以後聽到深度學習 就想到說就是三思而後行 但數學上每一次的想 就是每一次的狀態 也就是這一層的變數 寫成前面一個變數的函數 那這就是一種數學的轉換 但是感性的說法就是 再想再想再想 好 這個 我的建議是 根據我這個青光眼的偵測 還有樓管 這個阻塞的偵測 我發現取得這些資料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醫院 你必須要跟醫生有 長期的信任合作的關係 但是是不可能 非常感謝跟我合作的 這個台大醫院 還有高雄長根 但是我有心要來進行COVID-19 這個新冠病毒的 這個資料的分析 但是口於沒有資料 我們不像英國 只要有一個醫院跟你合作 就有兩萬人 我們這邊總共的人數才四百多 所以我不確定說很適合用 不會不會 四百多 是這個 現在不是說四百 現在是零與 零有與無之間的 但是我的意思說 我做成功的東西 是用人工智慧 解決這個生物或醫療科技方法 不一定是要用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會只是一個大數據分析的手法 那您說的四百多個 說不定我有更好的巧思 你的意思說 你不一定要深度學習 Exactly 深度學習就是好像不需要花大腦 你總是用它的這個 就這邊講深度學習的結構 它eventually就會出來一個不錯的 model 是 它的資料量必須大 對 那現在少的話 反而是就是你要這個更巧思 對 不是用原先的結構 只是訓練那些全種人 但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 英國的朋友合作 因為他們 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光是一個研究團體 它就可以有接近兩萬人 那裡面 好比像說有七千多個人確診 有一萬多個人 我看過那些資料 它的資料都是summarized的資料 那些summarized的資料 只在做說 這麼多確診的裡面 它的年齡的分布 它的這個 各種屬性的分布 可是我們不是要這個 而是說每一個人 它的輸入資料 它一個人 它的輸入資料 也就是它檢查的各種 血液的各種資料 然後來判斷說 它有確診還是沒有確診 對我理解 我提供給您 他們叫做倫敦國王學院 那他們就有 剛剛我講的這些資料集 那也是透過數據分析 他們發現說 說不定味覺跟嗅覺的喪失 可能才是主要的因素 而我們之前有點忽略那個因素 但應該都是在那些資料集裡面 就有的 就是您給我的資料集裡面 我沒有看到這些資料集 沒有味覺或嗅覺喪失的部分 不是不是 就是說 它味覺跟嗅覺喪失 也是summary說 所以味覺、嗅覺、喪失 對這件事是很壯的 我說的是同一個人 它的input跟output 沒有這個完全沒有 了解了解 對 我要的不是summary資料 而是說 我是一個unit 然後我有這些檢驗結果 我立刻跟你說 你有確診沒有確診 沒有這個資料 理解理解 那我如果是個案的話 為什麼要給您 個案的話 我們要分析個案 我們不需要知道這個是哪一個人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以後我們就可以快了 我們現在要來判定這個COVID 就像我知道我周邊的一些親戚 都是要經過一個多禮拜 然後你還要打電話給 也不知道打電話給誰 才知道說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出來了 對 有這個之後 有這個之後 你要跟他描述一些你的症狀 他就可以做出一個判斷 沒關係 因為這個我也沒有分析 也沒分析過 只是因為今天 有幸來講 不關人工智慧 所以我就把兩個已經 研究多年 而且有成果的 再加上一個說 我認為這個 可以藏在那邊去看 是 那我的第一個建議是 如果能夠 建立分析人才 資料之間的共通法 不要說資料在那邊 人才在那邊 可是好像兩方面不溝通 很可惜 那第二個建議是 人工智慧方法論的推廣 人工智慧它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推廣 可以這個推廣到 就說政府的官員 還有公務人員 甚至普羅大眾 當然 對 那可能大家會說 這普羅大眾 怎麼可能聽得懂 很有學問的人工智慧 其實我等一下示範幾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如果用 大家聽得懂的語言 就是嘗試 然後說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我們的 嘗試什麼概念 你只要知道這些insight 也有必要你去寫程式 也有必要你去了解這個符號 實際上是可以推廣 這是一種思維 對 那這樣子它全民 其實有點這個 進階的感覺 對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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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寫一個分類器 就好像我剛才說 我要來分類 有青光眼沒有青光眼 那 這個SVM 它不 這個SVM 是這個 Supporting Vector Machine 英文字的縮寫 那它不算深度學習 因為它的結構 並不是 這個一層一層的 但是它是來做分類用的 好 那我就是 例如說 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就是 7-11便利商店 我們去買那個關東煮的時候 可以用的一個停帶 我在上面貼了兩種顏色 就好像是兩類型的資料 那實際上是 如何都不可能用一條線 把這兩種資料分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 這個 從這個 那個維度 那個維度 你看現在看起來 下面全部是綠的上面都畫 那這兩個差別是什麼 這是平面 這是列圖 也就是維度二便維度三 對 所以SVM的精神就是 身為 是啊 那如果每個人 去了這個7-11 以後看到這個 提帶 就聯想到 人工智慧的SVM 它的精神是身為 可以分享它的家人 或者是它的小孩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有趣的分析 對它有意思 對 那我講了這個以後 我想 經理人 或者就算小學生 他聽了 應該也會忠誠老幾 可以達到 對 那我們剛才講到 三四而後行 每一層都是經過一次轉換 那這個轉換 有一個更學術的名詞 其中的線性轉換 就叫做回歸 是的 那我們現在講到回歸 就是聯想到 就是變數與變數的關係 那1886年 而且不好等他提出回歸的時候 他是在講 這個碗肉的 附帶跟紙帶 跟金高度的這個關係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 回歸分析它的精神 用一個 哥哥爸爸真偉大的小曲 編 所以我現在來唱一下 是 我只唱前半部 因為後半部我也沒解釋 他的歌詞是說 高的爸爸 兒子也高 但比他爸爸還 回歸到平均數 是高等的大發現 這是他的上半部 OK 高的爸爸 兒子也高 比他爸爸還 回歸到平均數 高等的大發現 金不所回歸變數 見關系 自變數 應變數 心情運動第三定理 性別起始回歸案例 沒有意思 這裡面提到的 行星運動第三定理 跟性別起始案例 都是有趣的回歸分析 如果沒有用回歸 法官還不知道如何判別性別歧視 所以這個我相信也是輕鬆學會 又可以終身牢記的示範 好 那我等一下第三個 我想要問一下這些在場的觀眾 這個剛才講的回歸分析 它是屬於機率統計的方法 所以我們說大數據分析包括人工智慧 大數據分析裡面Deep Learning的每一層 它有用到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又是在機率統計的方法論裡面 這本書名字叫一生受用統計學 讓大家猜一猜這個封面設計 是作者想表示統計學的什麼精神 如果我問說你對統計的看法 不管你有同學 學生就說就是通通忘記的統計 或者是說就是把它統合一下 計算一下畫個表畫個圖 其實都沒有講出統計的精神 那統計的精神就是這個 一夜之秋 那這個資料就是禪了 所以正好是知 一夜之秋 所以其實數據分析的方法 都是用少量的資料品 來分析這些少量資料來自大量資料的這個分析 它腦裡要有一個系統思維的一個觀念 Exactly 看到一個 然後它就可以去舉一反三 也就是從現象來推入真相 是是是是 您剛剛有一點 因為我看到它的書背 其實有一點泄疾 因為後面就是 後面就是一個系統資源 是系統思維的一個模式 系統思維 對 因為你看我剛才講這個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也是跟你說我從問題導向來說 是種個系統 那最後我講到這個願景 對 因為現在這個是 我講的 我選擇的這個主題是生物與科技醫療 所以我對這個生物與科技醫療 就是期望這個政府能做 就是能夠做到 我這個提出了四個字叫Smartling SMA0 SM是Smart Metrology 智能化良策 A就是全檢 0就是 Zero Delay and Zero Defense 對 就是0延遲還有0缺陷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非常棒 謝謝老師 OK 好 那我們聽完我們的壓軸天后 因為基本上他在人工智慧學校 是壓軸天后 所以說他的那個 因為張老師他基本上講話 他除了貢獻一生的 心裡在這一個AI的明智會大規矩 他希望他可以用最簡單的比例 讓我大眾的比例 非常感謝 真的非常感謝 都了解 接著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第二塊 這是我們的資安跟軟體運用 我們都知道我們新大有全國唯一的資安組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資安組所長他本來今天要來 然後來他因為今天有重要會議要出席 他最近也很忙 因為最近國內的資安問題是多不求 對對對 所以他也很忙 所以他也是請到他的那個代理人 也是我們的那個職財系的官員 那他本身是兩岸四地的金融人 是 他是長期在金融食物已經打過多年了 他是想要回學校來結合 意思是在澳門也有 香港 新加坡 對 OK 那這一點我們就歡迎他來幫我們採訓這一項 好不好 謝謝 這個題目是把防疫跟這個資安 再結合 導出這個資訊軟體的這個提升 從這個角度上 其實這個假新聞這件事情 混擾人類很久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奧塞爾 十六世紀奧塞爾 因為聽信下面的人發個殘言 就是把他最親愛的美麗妻子給他殺了 柏台的下屬不是新聞工作者 所以他只能叫假訊息 只能叫假訊息或謠言 就是說假新聞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嚴重 那現在這個資訊軟體 大家都是中路使用 這個傷害是更大 那我這邊就是提出一個史無寫 比如說行政院這邊已經把這種所謂假新聞回憶 已經在 假訊息 對假訊息這邊已經做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 但是這個東西還可以再進一步提出 所以說因為假訊息不只是一個文字的 它可能是有影音的 那也有可能是跨國的不同語言的 那把這部分把它定位到一個搜尋引擎這樣一個全方位 就好像我們在資訊世界有沒有 它一個無人機在這邊一直不斷在搜尋 那在這個搜尋的結果我們就分成上下兩段 上一段就是它這個搜尋的結果 那麼下面這一段就是說一些人的feedback 或者說之前已經有人做一些成績 什麼樣把他做成一個三個兩段 那如果你不是他的客戶 可能沒辦法享受這些 沒有沒有穿是一個nline的機器人 nline的機器人 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進步去提升上去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它企業化 類似像google也就是說 把這個技術把它提升之後 可能轉到民間企業 然後還繼續來維持它的營運 那麼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挑戰 對於軟體世界 或者說對於這種資訊應用來講 對 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商機 那過去我們我們也在軟體 或者說這種資訊應用上 其實跟先進國家比起來 是有一些落差 那麼我想有這樣一個大的題目來挑戰 這個是應該是有助於這方面的問題的深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包含區區歌器 或者是其他一些像有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或者LINE上面也有它的儀錶板這些 這些您有試用過 都有用過 對對對 就是把它整個把它整合起來提升 嗯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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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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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看完這兩個 一個是人工智慧應用 還有一個是有關於資安跟軟體應用這一塊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在整個數位短篇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有關於第三個就是智慧應用 所以用這一塊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會邀請到 我們學校的載入事務院的執行長 對 跟學生進行長 不過剛剛這兩個部也都是數位 與您慢慢有什麼差別 沒有 它基本上兩部比較接近是在技術官的 對 所以這邊是在人文 跟社會接軌 對 跟社會接軌 我們瞭解 對 那這點說他本身是跨領域人才 他從理工 然後再轉到金融 然後現在會轉回到創新創業 就等於他是在整個學校來講的話 整個扮演的角色就會是大學長回來 貢獻給清華 就是全方位的業績 對對對 OK 那我們再請我們的學生進行長 OK 你好 我大概來介紹一下 先從我們這個書院的性子來介紹 其實清華大學大概是所有的 臺灣的大學裡面少數有注重數數教育 數數數教育就是一個我們講的博養教育 同學生進到學校不管他的科學 然後進到那個書院 一個叫後的教授 這個其實來自於我們學校的校訓 智強不行 後才有的採務 後的那顧名思義 他就比較熟悉 能溫光環 藉由跟社會的弱勢的光環 來認識自己 探索自己 那採務就比較熟悉 我們希望他是做一個創業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他能夠跟企業做一些連結 然後藉由一些創新的活動 創意的活動 來讓他們自己到達自己 這個是一個改為書院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採務書院每一年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每年都會辦一個創業的活動競賽 那曾經邀請過那個... 那個... 您來演講 還有曾將紀念 我還有演過一個機器人 對對對 那我們最近有辦的一個競賽 是數位創新的競賽 那... 所以同學在經過這一個過程 就覺得說 有幾個題目他們有興趣 包括智慧效能 包括看是不是可以 把這些東西給我們主要的 讀科索 看是不是有些案子可以多解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所謂的數位生活 數位轉型 還有數位安全的發展在做 非常好 但在做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一個實用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瓶頸 來自於數位授權 數位集合的問題 是 尤其是在數位集合 有時候我們要推智慧效能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前面做了很多的數位 可是最終主題的是 他還是要看原本的實踐 那... 紙本文件 紙本文件 那這個好像不是 只有在學校 好像是 包括等於正信訓卷 對 沒有啊 我們正信訓卷現在你可以 從頭到尾都碰到紙本 對最後集合的時候 你不需要對 也不需要啊 那都機器對機器 我們現在院內坐高鐵 如果當院來回 根本免付票卷 對對對 那顯然是學校的單位 需要 對 因為大學自治我 我不好說太多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也是 經常說說 怎麼樣讓學生可以參與 在後面對話 而不是前面的做 像這些利用員 我理解 其實最難的 行政的轉移 對 所以最難的 就是組織面的轉移 是是是是 人為 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說 如何讓學生也一起談 對這一方面的數位轉移 這是我們的 看看我們出校的學生 我們在這個院裡面做出 我想這個是福科所的獎項 我們去年就跟非常多福科所的同學 當然也不是只有福科所 但是他們人數多到變成一個小群組 來一起更新 包含我們剛才講到的一些稅務上面 那為什麼像今年 你拿個 就是自然品證 或健保塔 去超商 繳中所稅 所以在櫃來就繳完了 這是顛覆掉以前 你要去國稅局 或自己還能夠打擊嗎 那這個想像 又或者像說 我們的那個登山 以前你登山 國家自然公園 這個抽籤的排隊的什麼 你一條登山的路 你要跑三個網站 或四個 分別的去這樣做 也是由福科所的朋友們 跟其他的就是 見習的青年 一起參加這個計畫 變成一個 一戰式待辦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覺得這些確實是很適合 我們叫做 以中為史 就是說以最後接受無誤的這個人 的這個目的來出發 然後我們回答說 我們行政應該做怎麼樣的革新 我覺得這是非常適合的 現在基本上來講 我想您在數位授權這塊 對 尤其我們自己來過 對 是 對 對 對 慢慢變成不用拍了 都現在做得好 謝謝 有些數位授權這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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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他們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那個不可否認性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邊簽了名 我事後不能說不是我簽的 因為你找一個筆記辨識專家 你就知道我簽的了 對 但是在數位上面這個不可否認性 傳統上面是要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資料圖 比較大的一個投資等等 當然我們現在發現說 有一些分散式帳本這些技術 它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第一步出目集合 就是說它如果沒有發生問題的話 你很快就知道沒有發生問題 當然有發生問題的話 也不能全靠分散式帳本 你還是要去做歸因分析這些 但至少就是說它在這個快篩的這個方面 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貢獻 這個我也很有興趣 我目前除了當政委之外 還在另外一個非營利組織擔任的理事 那個非營利組織叫Radical Exchange 激進變革 那我的另外一位共同創業的夥伴叫Vitaly Putering 他就是以太方這個區塊鏈的作者 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希望能夠把我們在 我們所謂的鏈圈的一些這種機格的模式 把它帶到我們日常的公務裡面還有 對 對 我上次來這個大陸 其實也參加Ethereum的Mira 對 現在在台灣這個社群很大 很多年輕人其實蠻投入的 對 對 是的 我們怎麼樣把它導入做作為轉型 給台灣真正把這次做 對 在全世界領先 對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其實今天上午那個資社會的朋友才來 他們也是希望說我們不只口調國家隊 或者是所謂一貫生產 別人只要給我們一塊地、水電 我們就把它弄一個工廠 每天可以生產兩百萬片口罩 這個都很好 但是它生產完之後 它還是有像我們講的口罩 1.0、2.0、3.0 有一些分配、置領 這個如何領取等等的狀況 那這個就有點像我們以前農耕的那個輸出一樣 所以你不只輸出一個童子嗎 你包含整個包含土壤 包含這個氣候的觀測等等 這些都必須要記轉給他們當地的朋友 那這個時候他們當地的這些政府也好 他們那些企業也好 跟我們如果不是說有外交上面的關係 沒有居土居的關係的話 它要怎麼樣知道說我們這邊的品質是很好的 或者是怎麼樣確保說它可以用參與式的方法來驗證 從我們自己看到他們那一段的這個傳輸 中間沒有被吊包啊等等的這種狀況 那這個就是分散式帳的可以共結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只要它還可以牽涉到跨國 誰也不能完全相信誰 因為這個就非常適合 對 所以台灣其實戀天的應用 對 做了比別的國家好 沒錯 有人會發態度裡面在做地圈的 是啊 你說997那些東西 來都帶到什麼 是是我非常願意 謝謝 其實我這邊的話就是 我講普通說明一下 我現在就是臨時那個 因為原則上來講 我的建議 基本上來講是整理的 大概是這樣 今天最新的建議 實際上就是昨天發生的 是請說 蘇院長不是委託您的三倍真心卷 對 一個有溫必達的角色 對對對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一塊我想更新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有很多說到一些網友 來解說 他們基本上認為說這個發的部分 對 也不能只限於低收入 包括像身心障礙 對 或是老弱父母 或是他們本身就已經有帳戶 理解 他就是資料庫裡面 他可以招得到 那基本上你要服務他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一塊片 我理解 哇 那該以為就是說 包括像收回來的時候 對 因為收回來講的話 以當初那個3600塊的這些 就是因為都是紙本 是 非常非常的龐大的工程 對 然後原則上來講 可是這一次 基本上又有搭配一些電數位的部分 然後又有搭配資本 就變成說他就變成兩套了 對 數位可能就會有一半的量 可能1000萬人左右去做數位 對 那剩下1300萬人 他可能去走傳統的 那這個來講的話 就會去思考到 比如說像一些PAC的郵局 或是銀行 那這個來講的話 銀行的郵局最喜歡比KPI 對 他就可能說 我可以撈多少回來 然後去比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來講的話 就要去看這個所謂的第一線的員工 他的Loading到底夠不夠去承受 不是點超級在做嗎 不是 沒有 沒有 因為他的那個所謂的 我的想法 假設到時候的金融機構 他甚至可以弄所謂的 所謂的振興券的回收機 現在我就說點超級 沒有 那個點超級他是在 點那個所謂的那個數量 對 點數量 那我意思是說 他都不用透過回卡 所以類似像ATM可以存款 對對對 對 那基本上他就是 完全不用去弄到郵局 也不用去增加郵局的量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利用這樣 所謂的振興券的回收機 然後他就是可以裡面收 可是這個收機裡面 他基本上有類似ATM的 他給你錢 對 那裡面要放現金 可以轉到銀行上 對對對 他可以轉到銀行上 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所謂的振興券 對 振興券的回收期 我倒覺得是可以一個 也可以考慮 不過我覺得 跨航存款 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需要 就是自己在弄新的機器 我們可以運用現有的 因為跨航存款的ATM機 本來裡面就有點超過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也會去問一下同仁 因為我們目前也在開發一套程式 是說你拿你的信用卡 因為它很多BANK 3.0 它其實可以插卡預計現金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同樣的東西 就是說你拿你的信用卡去 所以我就要綁定這張 你在ATM上操作 操作完之後呢 你去刷個3000 回來這邊再插個卡 它就給你2000現金 這個就完成了 那這個其實從後 你不需要碰到電源 所以也沒有還那個問題 對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透過礦航存款 去存入這些東西 不想在裡面就是去驗它 是不是未超的這些部分 因為我們同樣是 中央硬直插電機 這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另外一部分是說 如果它必須要有這個營業人的統編 它還是要核對一下這個人的身份 再匯到它的帳戶 這個需不需要一定程度上面的 就是它品格表格什麼 這個部分我會做我們同任 但我覺得透過跨航存款 來對換 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效果 對 但是當然不可能給現鈔 可以用那個跨航存款 對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 謝謝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次的疫情 讓整個的數位 很快的進入到我們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很自然而然 它就超級利用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來講 我最後想問這麼一個就是 7月1號的三倍正經驗 應該準備好了 現在我們還在這幾城市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 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在郵局會員集員 對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比較 口罩地圖 這樣比口罩地圖更好 我們會開發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取用的這個API 所以說任何人都可以一眼就可以知道說 我附近有哪些郵局哪些還有存在哪些沒有 那這是一部分 那當然我們也會盡可能去把 超商的預購跟口罩一樣 其實在靠超商的口罩預購 如果大家之前覺得就是我如果有一筆 的話 最困難的是就是說 我全家可能有五張健保卡 我每個都要按好幾次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在做就是連續查卡 等等的這部分的經驗 就是說你說準備好 我們如果只是拿口罩2.0 3.0程式 那都是現成的 但是我們只希望說 我們總是想在口罩這個階段 大家給我們的很多的回饋 那我們因為忙著防疫 還沒有辦法改善這個體驗 我們這次就在三倍券的時候 去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像跨航體管 跨航存款 我覺得都是很有意思 我會再接下來去詢問 我們的同學做了一個情形 好 謝謝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它就是類似一個大型的紓困 是的 的顏色 因為它整個是適用的對象 那兩千三百萬 對 那比較不像那個勞工 大概一百 一百萬的程度 它其實主要目的是讓大家出門 是 讓大家出門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目前 就是說純電商 就是說你叫個東西送貨物照 從那裡不用離開家 這種是沒有在進行 因為它在疫情過程 其實有賺 對 它是有賺的 所以它本身的移送還成長 是的 對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在發這個所謂的真心券的話 不管是剛才提到的 所謂的地收入庫 我覺得那個棒棒命命的 只要是資料庫可以撈得到 有障礙的 這個對象 我們都是交給衛福部的社交信 然後如果是在 像說有居留權的配偶的話 那個是 應該是移民署 這兩邊能夠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一定都可以處理 不過這兩邊如果說 這個資料不全能的話 我們就比較困難 OK 對 好嗎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是最新的 很到了 謝謝 OK 好 其實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看看老師 老師有沒有最後想要跟觀眾說的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請你們 好 那就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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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